跨年晚会热闹登场之际 在体育场外人潮也相当拥挤 为了把十大半手里的活动搞得精彩 办得热闹 让现场挤得是水泄不通 而当中不乏一些颇具特色的摊位 各家拿出看家本领 而抓到民众口味 就会如同这一个摊位一样 人气百分百 是孟宗族去制作的 那它这个就是说我们是环保 那这个可以重复使用 你可以当蒸蛋当笔筒 甚至可以当种花的花器 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可以 现场人潮越多 也代表这一次的竞争会相对激烈 而十大半手里和最爱美食 是今年度经由民众票选 以及网络票选之后 评出最后的各十家 将会成为最具台东在地的 美食代表 东台新闻张宇辰台东市报道